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这个东莫阳赛道 就是今天 星期日进行第三场赛事 我们较早时间也看了两场有房车赛 也有CTM的房车赛 也有东莫阳赛事 这次好看 这是世界杯的汽车赛 就是国际汽联GT世界杯 经过昨天的选拔赛之后 今天进行决赛 在这个决赛里面 我们都知道 就是有些车手 都是做得挺好的成绩 譬如好像硬高 虽然他昨天本来是第二回来的 但是因为第一的 木黑 这位车手是被罚的 没错了 看到现在开始进入热身圈 今天有几位拍档和我们一起看车 除了力奇和我郭雄之外 智阳和白可惟阿包 亦都很容易和我们分析一下这场比赛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在选拔赛里面 明明我们看到木黑最快的 但今天起步竟然跌下第三 看见莫太娜和眼膏爬上来 因什么原因 是的 没有可惜 昨天因为大会在晚上 发了一个通告 给传媒告诉大家 昨天如果大家记得 安全车出现时 有一段时间 但在安全车起步的时间 木黑涉嫌做着违规的动作 所以在这段期间来说 大会做了一个研究 而最后判决了 罚了一个十秒 再算一下时间来算 如果木黑加了十秒之后 眼膏就很前成为 正式的排位 这个选物赛的第一位 而曼太娜就成为第二位 木黑与之同时就成为第三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起步 现在木黑黑色的这部 Aston Martin 那七号车就排在第三位 是的 变了 即是说 起步的时候 是有 即是头那四位里面 是有三款的 名厂的车在里面 包括奥迪 包括有这个 Mercedes 即是Benz 亦都是有Aston Martin 那Aston Martin 大家都会知道 如果有看电影的 詹斯邦的电影 就很喜欢 找这一只车 来做它的拍档的车 当然那一只 亦都是在街上很少见的 那只车有机关枪 有其他东西 好了 今次Aston Martin 是第一次来这里 比赛 亦都是令人 叹为观止 哇 这么厉害的 是的 没错 今年Aston Martin 正式参加 FIA GT Club 亦都是FIA GT Club 第一次在澳门 正式旅行 所以 亦都是 以这样的形式 来参加比赛 穆克这个车手 值得介绍一下 因为他父亲 其实是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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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来说 他们是参加Duo Endurance 那些比较上长途的GT的内力赛 成绩都不错的 今次来到澳门 一名惊人 很多人觉得 以Aston Martin 这部车 来到了澳门 开始来说 是不是大二门 但是经过两天试车来说 可以看到 的确是大二门 因为它的时间 是不止每个圈 每个圈都很快的 如果说到昨天的时间 它也是做到相当之快的 一个圈是2元18.9 930 没错 今次出赛的车辆 总共有21位 原本报名有22架 昨天选拔赛 也有22位车手 少了哪位 就是少了8号车 香港车手方俊宇 去可能的车 因为在昨天选拔赛以外 之后 未能及时收复 所以就不能够 参加这一场比赛 换句话说 就少了一架 奔利的GT3的战车 没错 非常可惜 奔利的GT3 其实方俊宇开得相当中之好 很可惜 在昨天的选拔赛 在山上发生了意外 今天来说 没有什么出赛 本来说 今天出赛的GT的车 总共有21架 当然比去年来说 车是少了的 但是那个车款也是不错的 有法拉尼 也有麦拿伦 也有奥迪 也有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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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利 所以说 这几款的名车 待会起步的时候 就很好看 为什麽呢 因为眼高 也怕莫他娜 会带出 是 未来 回到热身圈 准备就开始 这场比赛 看见那些灯全部亮了 一关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给油 然后就正式 这场比赛 莫他娜起步 起得很好 本来排在第二位 现在上到来 第一眼高 放在第二 后面还有一部黑色车 应该是木黑那一部 所有车也是全部 很安全地过了第一个弯 黑发炎慢了一点 伸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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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看见在这个时候 本来莫他娜 在第一个弯 就是领先的 去到那个直路 果然那两部 Benz就是快点 折下了 是第三位了 现在来到这里 莫他娜抽出来 摄不摄得回去 车身比较快 哎呀 看到有部车出了去 对前面那部车 没响 但他肯定没得玩 莫他娜跌下去 第四位了 已经很可惜 第四位了 被莫克前方过了 是的 莫克开头不是快 那 被两部奥迪 就是吃完了 看见一部 麦拿轮的跑车 也都很明显 上车是有撞位的 没错了 左前轮的位置 也有碰撞 损毁了 他自己都聪明了 立刻靠在一边 不要阻止后面的车手 去争取位置 这个就是非常之职业的 一个正确的态度 看回上路的情况 看到莫他娜刚刚起步 非常之好 第一个带出来 但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部车真的不够 去到第一段的带着路 已经被FANS返回上来 没错 在东方湾 已经被追贴了 接着再过头 两部FANS 已经带出来了 对于平治车 对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占据着一二位 而Ostern Martin也在第三 你看看 现在 看到莱昂斯的车 应该被阿斯提的车 撞了出去 大家驾入第一个普津湾的时候 都有一个碰撞 结果就是折了出去 刚才真是惨 莫卡拉被几部车困住 没办法得位 到最后就是选一条慢线 好了 眼高 一枝独秀 如果我们的拍档都说了 阿智阳都说了 千万不要被他带出来 带出来就是自己一个独走 会不会呢 后面的云特伸特 他自己都不算是队友 但是各自为政 落到场 会不会有一个战术呢 不知道 但现在后面的木克 已经是夜暴夜吹了 很明显 两部FANS 带着一部Aston Martin 接着就是两部Audi 但是距离被两部FANS拉开了 即是莫卡拉 明显上 头五位车手带来了 原本在第六位的斑驳 车位有损位 所以阻慢了其他的赛车 所以看到斑驳的车 都洗了回去PIT 直到要维修了 很可惜 暂时香港车手欧阳排在第七位 习龟泰就是第八 最快的亚洲车手就是欧阳若熙 昨天本身就是方俊宇的 可惜大大厦自己撞在上路 所以将位置拱手商量了出来 没错 欧阳亦是Aston Martin 暂时来说是第七位 第八位也是曾经做过冠军的 习龟泰 第九就是Marche 也是一部Audi 是的 这部上路来说 就是比较难超车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Benz也挺大步的 那这个Aston Martin 想爬他 穆克想爬他 我想都要返回直车 看到穆克那部车 那部Aston Martin 已经连到云地申特的车尾 一直推着 但是看到云地申特 似乎圈速有少少放慢了 很明显硬高刚才做出2分24秒657的时间 比后面云地申特要快了 是有2秒的 那会不会真的设置一个位置 等自己的队友先走了 看情况都挺似 都挺似 但当然了 这个就未能证实 但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那部Aston Martin 现在是追到很贴的 因为在第一个sector 即是直路的时候 他又做了全场最快的23.35秒 每个话说 其实追到那部Benz 就已经很贴 刚才画面都看到 班博已经下车了 那就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他开了一部corsche 班博来到澳门 每一次都有好表现的 这位车手 近年来说这位车手 都很出色 在国际车团来说 特别开了保时捷 今年更加成为了 立芒24小时大赛的冠军得主 现在看到白色车眼膏 黑色车这部Benz 就是云迪申特 两个都是效力同一组 不同颜色 但后面那一部就是昨天 以及排位赛时间最快的 银着一部Aston Martin 就是穆克 这一圈很重要 究竟穆克能不能够 在这段时间 超前2号车的云迪申特 有待证实 现在已经追到很近了 看见另外15号车 阿斯提的车都流油 基本上都是要退出这次比赛的 穆克在这里 会不会采取动作 暂时还未得住 已经有一些动静 仰仰仰仰仰 等你扰乱你的战术 不让你猜到我走哪一边 等下一个圈 即将会采取行动 我相信 没错 现在以圈速来说 暂时来说 我们澳门先生 穆克尼是最快的 做了2分21.43 但目前说 他只是排在第四位 希望他一路一路能够追上 圈数还有 由于赛18个圈的关系 所以大把时间 但现在穆克尼落后3.68秒 若果这样被云迪申特 设定上不回去 秒数只会越拉越开 绝对不容易 现在因为前面 两部车都顶得很紧 虽然他已经跟到穆克的车尾 最惨的 现在他要过两关 才去追前面那一架 而前面那两架不是他的队友 对 对 绝对不肯让给他 很可惜 莫特勒确实起步的时候非常好 一起步就已经弹出了 看到刚才发生碰撞 有一些损毁了的战车 是啊 其实都烂得挺多 因为其实 刚才埋葡京湾之前 有三架车发生碰撞 包括了现在 翻了皮特的 斑驳和阿斯提 另外还有罗洛斯的车 也都被人撞出了 值得一提 澳门车手高度 其实暂时来说 他排了十三位 记得 在试车那天 整个车差不多 撞到挺严重的 当然 工作人员努力的维修之后 就在昨天远出回来 现在暂时来说 1.13位 是一个麦拉伦来的 没错 昨天由于坏车的关系 在最后一个圈 就摆下了 结果要排到差不多 包尾起步 20位出发 他的速度一点都不慢 2分26秒 826 比前面的两位车手 更加要快 看看下一个圈 可不可以通过那两架保时捷 大会同时间 亦出了个讯息 给大家说 因为这次是Rolling Start Rolling的起步 这个起步呢 是Under Investigation的 即是说 是调查当中的 即是说 究竟有没有人偷捕呢 我想真的要慢慢 用慢镜头来重播 就会看到六支一二了 现在已经进行第三个圈了 2分20秒 365 354 看到眼膏 做出了一个全场最快的时间 比后面的几位车手 都是要快的 结果前面 真的没有人阻止他 真的可以做一些快的圈 是的 其实他的队友 云联森都不错 做到2分20.928 不过他的两架车的距离 已经去到2.7秒了 即是说这样的话 对眼膏 即上届冠军 绝对手 绝对手 绝对有利 是的 有机会 这次比赛总共要进行18个圈 其实有一方面 需要留意的是 车手对车胎的运用方面 因为圈数比较多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控制住 对车胎的磨损度的问题 因为如果车胎磨损度很厉害 所以说控制得不好 很有可能令车胎抓地力下降 導致后半程的赛事 就会影响到速度 没错 好像昨天的隔电 謝索普本来都已经是带了出来 带得很远 但是到最后 竟然没有一个冠军 当然除了车胎之外 车手的身体体能 或者是机械方面 应不应付到 都是一个问题 看到这边已经是一条龙了 麦云职森特带着 都带了 已经有4个圈 回来将会展开第五个圈 但是位置不变 眼高 雲迪森特、穆克 以及莫特勒 是的 在镜头所见的 小小雲迪森 好像是拉龙大队长 但是不要忘记 它的车速其实相当快 都是做了2.20 那是不是说 穆克和莫特勒的时间 可以做得更快呢 是的 还有一个客师 大家都要留意 它在莫特勒之后 那部Audi 也挺有趣的 现在看看 雲迪森特和穆克 那两个圈速 对上一个圈 就是2分20.928 那穆克 更加快一点 2分20.926 差0.02秒 那其实 那圈速 一模一样 那真是 帮着它走 好了 看看这个圈 这个圈就慢一点 好笑 看到运地伸得 就是2分21秒 令到后面的车都慢 但是就是 莫特勒 以及就是 赫斯 两位车手 都可以做到2分20的 这个数字 那正面 可以拉近一点 但拉近一点 不代表可以欠冠军 只不过是可以挑战前面 第二和第三的 这两位车手 没错 一如Alex所料 如果这个真是战术的话 似乎就相当成功 因为现在那个 头车的距离 已经拉开了3.5秒 而头一和头第三的车 即木克的97号车 已经拉了4秒 那这件事 对眼膏是绝对有利的 是了 那麦特勒 和另外一个 阿克斯 分别就是 在这个 第五 看到木克 真的很惨 其实昨天被大会罚的10秒 真的对他 是绝对有影响的 否则的话 他昨天没有犯规 或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今天从头位起步 我相信带出来的 怎样都会是他 是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所以有时候 在比赛的时候 虽然赢了一场车 但是有很多 譬如你会否犯规 做了什麽动作 不知道 这件事 就是要等大会 赛事结束之后调查 刚才正如包所说 但一间大会都会调查 关于起步的情况 是的 没错 因为Rolling Show 很多时候 有人怀疑会偷捕 那这个情况又如何呢 我等一下 如果收到最新的情况 会让大家报告 想谈谈香港车手的情况 暂时来说 欧阳仍然摆在第七位 但第八位 Marchu上了 已经过了一扎龜泰 二、三、四、五位之争 都比较紧张 因为其实 运地新带 可能有意无意之间 都帮不自己的队友护航 所以变成了 完全交了一战的距离 好了 焦点就是落了 在二、三、四、五位之争 四部车欠两个位置 说真的 其实前面硬膏 都未能够安枕 因为还有十三个圈 后面的云地新带 能不能顶得住 如果能顶不住 去到后面 被对手追上来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所以他除了要赢自己之外 更加希望云地新带 不要被人过 是的 没错 要守肚右侧 要守着这个第二位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变成了 他的头车 都是有点危险的 其实这几个圈 莫克的时间相当好 如果只看一个圈速来说 他比云真的更快 是快一点 只是快一点 只是过不了头 是的 赛车不是只是比较快 有时候你爬不了头 回到来 你都是拿不到冠军的 所以莫克暂时的时间 都是平均做了 2分21秒 全部 这么多圈都是 在这个秒数里面 反而就是 云地新特的圈速 就是跳得比较厉害 上回21 又跌回20 令到就是后面 1.6 首先 不要想硬高 现在想一想 前面那一位 就是莫克 在昨天的这个 选拔赛 其实都没办法挑战过莫克 是 木黑 一车当先 从头带到尾 昨天 好了 六个圈的赛事 上到去 就是上面 山上面 大家其实 那个优势 也都不会太明显 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今次的比赛 亦都有一部莫拉伦 是参加的 暂时最好的莫拉伦 就是一位出领的 就是帕兰迪 暂时来说 那个名字 都是OK的 排在第六位 全新的莫拉伦 是650GT3 这部车来说 相当之漂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排在第六位 欧阳在追紧它 欧阳就是Aston Martin 排在第七 Marchi排在第八 第九 这就是贼泰 其实就是六七 这两位车手 就是欧阳 和帕兰迪 就是大家在捏 其实相差的秒数 就是一秒之内 所以他们的位置 都可以随时会变动 另外一位高度 同样就是 駕着麦拿伦 650GT3 这位车手 暂时又上一位 去到第十二了 没错 时间都OK的 高度来说 就真的 今天来说 差不多排到最尾 现在一步一步 上到十二 都是难能可贵的 木黑 始终找不到机会 始终因为 这个 平治的 GT3 这些战车 一落到下路 表现非常之好 所以始终 都迈不到新的 是的 没办法跟帖 你要迈到 吃到它的气流 然后抽出来 才是有机会过头 现在这样 应该是过不了的了 目前来说 最快的圈速 反而是另外一部 R2 7号车 就是这位赫斯 这位车手 其实是 候选人 可以这样说 他临时参加 当然他也是大有来头 现在做到的圈速相当快 2分20分147 是的 这位赫斯 曾经在2014年 包办了 柳布林 24小时大赛冠军 以及 斯柏24小时大赛冠军 那两辆冠军车 他都有份驾驶 是的 绝对有来头 不过在澳门来说 第一次参加 你看到现在它的成绩相当好 暂时摆在第五 圈速相当快 2分20分147 有没有留意 就是圈速的时间 比昨天要慢了 慢了也挺多下 主要原因就是圈数比较多 载油的量也多了 另外也要保护轮胎 或者在引擎方面的调校 没有吞得那么厉害 所以令到各方面的东西 大家都是慢了一点 但是去到最后 我们真的要看 因为现在赛事 连一半都没过 是的 18个圈 现在只有7个圈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变成 你怎能够保持轮胎的情况 和车的性能 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不是只做一两个单圈 快就可以获得冠军 是要平均18个圈 你都能够做到最快的时间 首先回来终点就是冠军 现在硬高 就是大概有3.2秒 秒数就是缩短了 刚才最远拉到3.5秒 现在就是拉近一点 但是距离还是有的 看到大智路 白色车那一部 就是领先的硬高 后面黑色车 但是他现在来说 他都追到上去第三位 绝对来说 又没有赚没有赚 反而莫他拿本来 排在第二位起步 起步起得快 但是去到这个 未到大智路中段 就已经被 两部奔士超传了 木克也超传他 看到莫特勒那部奥迪 也已经被拉开了一点点 比起刚才 四部车黏在一起 明显出现了一条缸 没错 其实现在头七部车 全部都是跑2分20 真的很平均的圈速 而每一位车手来说 现在整个距离都差不多 就没有特别能够延长 或者缩短了距离 所以说 文迪新特刚才第一个圈 真的有消息 给我的感觉是在做事 没理由 就是慢过眼膏 整个圈的2秒 对吧 对 眼膏刚才是2分24 他2分26 结果一拉 拉开了2秒 OK安全了 大家各自做事 没错 现在真的拼速了 每个圈都是2分20左右 而看到 现在和眼膏的距离 一直维持3秒左右的时间 算是安全距离 对 算是一个安全距离 而文迪新特跟 譬如说 后面莫塔拉等等 也有差不多1秒左右的时间 所以现在 如果莫塔拉真的要 上回来取冠军 是有少少难救的 是的 也是赛车 除了技术之外 我们经常讲运气 既然现在只有第一年 那两部平治尼 都已经是一二位 但到最后 莫塔拉也得到冠军 不多不少 也有少少运气 是的 没错 麦果然 硬高和雲迪新特 这队组合 都连续第三年 在澳门GT杯拍档了 今年这个比赛 升级了 成为国际戏 GT世界杯 也多了一场选拔赛 而正式比赛 也延长轮到18个圈 所以都会讲求 超手的策略 如何去楼前斗后 没错 在房车赛来说 澳门的大赛 很少就去到18个圈 东望阳大赛也没有 分开两个回合去举行 现在看一看 麦硬高 麦硬高 就是首先带回来 麦硬高 云迪新特排第二位 这个圈 大家都能够做出2分20的时间 莫特拉 最快的一个 2分20.304秒 很快去 这些车已经转去浦荆湾 准备 未到 在东方湾 看错了 哎呀 这个就进浦荆湾 硬高 没错了 麦硬高 首先就是进浦荆湾 接着轮到云迪新特 他和后面的这位车手 穆克的秒数 亦都拉开到有半秒以上 半秒其实不算是一个距离 很快也追回 镜头一一拍 这边就看到 应该是保时捷 德代尔那部 20号车 德代尔那部保时捷 亦都在这边 就是坏车退出了 这边的赛事 其实看一看这个情况来说 好几部车 已经退出了赛事 有些车 返回了维修站 就是接手 究竟可否继续返回 现在在这个弯路 还看到云迪新特 在第二位 硬高好像是稍微放慢了一点 是的 硬高的车有事 不是那是坟里 不是那是坟里 是坟里 我以为是白色 你这么叫 莫特勒马上开心到飞起 眼高的车有事 不是吧 原来就是坟里 莫特勒马上听到我说 好凶 是的 这个坟里来说 已经是慢转圈了 这些东西收起 对 对 所以他就让开一边 给其他领先的车收起 是的 我说 为什么有辅白色车慢了 哎 现在看到眼高了 开始缩短了秒数 眼高也放慢了一点 平均做到2分20秒尾的这个时间 现在运迪新特追到来 不够三秒 这个安全的距离 已经慢慢慢慢缩减了 木克也开始发力了 2分20秒519 但是这个圈连续三个圈 最快的圈速 都是由莫特勒做出的 2分20秒306 但是这个圈 看到回来 亦都是被拉开了 果然 几位的高手 那个圈速 都是很平均 但是那个距离 在第一个圈 和第二个圈 已经是继续出来了 18分的赛事 已经去到时 开始 即是说 接近尾声 所以我想 各车队各车手 真的要做事的了 因为时间 一分一秒过去 时间很多 硬哥和新队的距离 已经维持在2.4秒左右的时间 没有多没有少 一直都在维持这个情况 已经完成了9个圈的赛事了 进入了第10个圈的比赛 是的 2.4秒 距离再一次缩绝了 回来 就是进入第10个圈 即是完成了 完成了第10个圈 这10个圈来说 很明显就是 文力珊做这个 守护大使的 都很清晰 是的 因为人力维持在2.4秒 反而 蒲克拉一直想追上 但是 和文力珊特 都是有一秒左右的距离 那麦珊特 更加不用说了 一直到后面 也是一秒左右的距离 所以麦珊特 尋怀 如果想追上文力珊特 亦要有2.4秒 如果再要追上这个圈 差不多在接近5秒 看到香港车手 欧阳玉希更上一步 赢了第7位 赢了本身第6位的柏兰迪 上到第6位 暂时他的排位成绩 都很快 只是比前面的5架车慢 排在第6位 第二集团的首领 可以这样说 另外就是 你已经看到排在第8 两位香港的车手 表演都不错 高度继续维持在第12位 本路车手高度 暂时还未能够挑战前面的 泰国车手 浮迪干的圈速 我们看看 都和高度差不多 暂时领先大约10秒 浮迪干这位车手 是泰国车手 暂时来说 如果以这么多部保时捷 来说 他是最猛 是的 因为斑驳退出了 是的 那就没办法了 波子王 是的 另外得斑驳都退出了 另外得斑驳也都退出了 所以只剩乃浮迪江 主要原因是廠商的支援也未必足夠 所以車手在近這幾屆的奧門賽事選擇巴拉利戰車的人數越來越少 連林寶堅尼這兩部戰車在近這幾屆的賽事成績不及前面的豪志以及奧迪 我們先回頭車看 情況是差不多的 頭車距離是2.2秒左右 亦都能夠一直保持這樣的情況 如果保持這樣的距離的話 我相信即使一路鬥到第18圈都頗難推 這兩部奧迪真的要想想方法 因為如果是第四、第五位 連椅子也上不了 是啊 都頗慘的 要看看莫他娜 現在莫他娜的時間不算慢 一路一路比前面的穆克要快 領先是0.2秒、0.3秒 但是追來追去都追不回那個差距 現在更比第二位的這部戰車慢了有兩秒 比雲迪森特落後兩秒 這兩秒在剩下的六個圈、七個圈 能不能夠追回來呢 真的要看看他的戰術了 戰術我們真的不知道 是的 2分19秒開始快了 那麼莫他娜 即是參加這個GT賽以來 每次都有這個椅子站 最壞那次他都跑第二、跑第三 這次只有第四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真的要加把勁了 我們看到穆克就是第一位 做出了2分20秒的時間的車手 2分19秒736 開始在剩下的圈數發生了 沒錯 未來這六、七圈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來講 這部車真的溫暖了 輪胎也都相當好 所以變了而言 就開始看到2分19秒左右 就會發生 會看到的 也在距離拉近了 其實現在穆克跟文力生的距離 是相當接近的 只是0.6秒左右的時間 即是說 隨時有機會 是會超前 成為第二位的 但是這裡 重山上路 就挺難超車 因為那個車的體積 都比較大的 如果要超車 想爬頭 一定要回望 要留意了 因為在上路這個位置 遇到一些慢車 前面已經過了 因為硬高 是沒有遮擋的情況之下 完全是過了 現在來到這邊 也很希望那些慢車 是收了油 讓它們過 發穴關之前 沒錯 但這裡不多不少 對穆克是有利的 因為它真的在文力生的車尾 你看到另外一個車尾 在後面 就是那兩部R子 全部黏在 這邊雖然發了藍旗 但是由於路閘的關係 所以要避都避不到 快點宿友走到一邊 因為是大陸 但又或者分了炸車 可能有事 出了大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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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 一個圈可以熬到兩圈 但是熬不熬到終點 我相信它自己都知道了 沒錯 可能絕對有難度 但是這部車仍然在走 好像關節痛 你繼續跑 是跑到 但是一樣痛 跑得不快 這邊出了問題 看看普京灣之前 會不會做到事 看到後面的默克 已經仰了一仰 抽了出來 後面的莫他娜 亦都是乘機 仰了出來 過不過得了 兩架這邊掛著 哎呀 兩架一起出去 會不會 押了莫他娜 摸著 過不過到第二 嚇死上來 嚇死上來 莫他娜上到第二位 所以 比賽真的要講運氣 是啊 當然 莫他娜的膽識或者判斷 絕對是好的 看到莫他娜的左前輪的擾流器 亦都已經是爛了 因為剛才和雲地新特 是大家亂在一起 這個成為經典場面 非常精彩 真的是四部車 而看到莫他娜的新功夫 莫他娜都看準時機 看到前面 默克和雲地新特鬥法的時候 他們都如人得利 記不記得 就是他對 十兩年前 拿冠軍的詞 都是類似 沒錯 都是類似 都是三四輛車 他真的一擊即中 就是我們踢球所說 俗語叫做撿死雞 是啊 但是也懂得撿 是啊 沒錯 如果不是放在你前面 你撿也撿不到 好了 看到雲地新特的擾流器 左後輪的擾流器 整塊脫了出來 是啊 脫了出來 看看會不會在賽道 脫到賽道上 造成一些障礙 脫了應該是舒服一點 反而好了 看見到白煙出現 不會磨住這輛 至少不會磨住這輛 但是可惜 暫時來說 這輛 Mercedes 行転身的本部 已經掉到第五位 但我想了解 它在甚麼時候發生碰撞 因為我們在整個 應該是落發劫彎的時候 落發劫彎 走到左邊的欄杆 因為都受到蠻車干擾 可能它的走線有影響 純粹是擾流器壞了 看見它裡面的部件 也沒有明顯的損位 未來這五個圈 就是莫塔娜要扁真功夫 因為怎樣能夠努力追回顏高 這就是最重點中的重點 好 追不到的了 我相信剛才他們整個狀況 眼膏已經走了好過 將距離拉到有七秒 七秒幾難追 除非眼膏 那輛車也有 八秒了 莫塔娜回來的時候 沒錯 已經差了八秒 但是摩後輝 現在兩輛Audi 都分別能夠上椅子 沒錯 反而木克現在就不知怎麼辦 還掉了一輛 還掉了一輛 本身剛才大公園實現 上路亦都有一輛車 就是掉了頭 現在移動 能否移動 會不會是出這個安全車呢 很難說的 因為這件事來講 就真是紐溫發明 如果真的出了安全車 那對這兩輛Audi 就絕對有利了 沒錯 因為黏起來了 那八秒的差距全部 一次過抹光 好像粉筆字一樣 大會這個決定 將會影響那個明星 已經出了安全車的牌 沒錯 這件事對兩輛Audi 絕對有利了 雖然眼高剛剛來講 領先了八秒 因為山上有車發生意外 現在由頭再來過 剛剛說得很重 那輛皮至慘了 沒錯 對觀眾來講 可能安全車會是一兩個圈 那就是說 還有接近兩個圈左右 最後的衝刺 這就是GT賽最重要的環節 大會在這個位置 一定要出安全車 看到都是漏油漏漏漏漏漏 水箱水 變成沒辦法不出 所以也不是大會 要控制著要出安全車 絕對不是 是需要的情況下 大會才出的 沒錯 怪就怪是意外發生得 來得不合時 眼高 是吧 當然了 現在也不是說 未看到最後成績 不過那八秒鐘 一下子就沒有了 但是我可以預測 莫他拿在車內 一邊嘴已經出來了 沒錯 對於這個車手來說 能夠在第四位上到第二位 現在還有機會 再上多一層樓 我想鬥志現在是最旺盛的時間 沒錯 經典的戰役又來了 沒錯 之前在嶺南灣過車那一圈 都是最後那兩圈才做出來 沒錯 是的 那賓士車隊可以說 真的都挺擔心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安全車出動之下 一會再恢復比賽的時候 看看眼高能否 是按得住這個阿莫他拿 因為雲迪生特已經是移了後面 沒錯 這五部車暫時來說 是比較前的 現在雲迪生特 就絕對幫不了眼高 沒辦法了 現在變成第五位 但與此同時 其實對於歐陽也有利 因為歐陽本來 落口才是13位 現在將會是雲迪生特的車尾 但問題是 其實現在比賽只剩下一個圈數 只剩下4個圈 重播這個經典鏡頭 是的 你看看阿莫他拿 怎樣偷雞 這樣偷雞 沒錯 這樣就過了 看到木克都聰明了 知道偷不到雞 馬上就封線 但是封線的時候已經慢了 因為當時客師已經上來了 所以木克一跌 就跌了兩個位置 跌到第四 的確是高手中的高手 你看看這樣的超車 這樣的情況 四部大車入普京灣 半個機會 沒錯 但是沒有發生意外 大家沒有抱著 是的 沒錯 即是哪個位置應該要縮夠 要入回來的 這個純粹為了賽車 但有時候我們看到的分別 就是你不讓我就扭過來 你不躲 大家抱著一起炒 大家都不會 沒錯 這個時候 看到歐陽的檸檬茶 也是上來了 幾部車都在一起 其實歐陽的成績不算慢 2分22秒 曾經做過 2分20秒 13 看到歐陽的成績 都可以貼著前面的戰車 只不過剛才 由於是意外 或者各種情況 是拉開了距離 是沒有得追的 是的 與此同時 大會也出了一個訊息 就是要求 2號車 雲迪森特的Team Manager 那個隊的經理 去這個control room 進行一些研究 面談 也不知道什麼研究 但是似乎是否2號車 做了什麼 即是雲迪森特的那部Mercedes 要面談一番呢 我們都不知道 最新消息會跟大家報告 當然 他們那些閉門會議 若沒有事 就什麼都不說出來 是的 沒錯 若真的犯規 也只是受罰 現在其實雲迪森特的位置 罰不罰都沒有用 影響不大 第五 只要他追上去 才能夠有影響 除非他追上去第二 大會說要罰10秒 他才沒有名詞 但現在在這個位置 第五 班長台又沒有 要去追 要去幫忙 高的機會也沒有 是的 不止 現在的歐陽 歐陽已經在車尾 已經上去第六 所以變成了五六 第七名的文迪森特 也都是 蒙馬拉倫 也是他的車尾 李英健也上來 沒錯 所以變成了 未來這幾圈 我想會相當精彩 當然要看大會工作人員 在這段時間 是否能夠很高效率的 能夠清理到跑道 是的 現在立刻可以看看 是否真的已經清理了 那部車已經開始了 準備是調走 但這邊的損毀情況 都頗嚴重 原來是泰國車首 浮迪江那部保時節 九號節 沒錯 出了事了 剛剛說到 以保時節來說 他跑得最好 現在另外一部 都沒有了 現在唯一 唯一 留在賽場的保時節 就是新莊 那部 保時節 暫時來說 他排在14位 會不會兩三個圈 都搞不定 真的很難說 對 一圈數不多 如果兩三個圈 都搞不定 安全車一走 其實只剩下一個圈 是的 沒錯 所以現在開始 大家都有點心急了 究竟那個安全車 何時會入圍 而賽事真的可以馬上舉行 再次舉行 導演硬哥來說 我想他都希望 不要那麼快搞定 最好 會不會有這樣的心理 不過我相信這班車手都不會 因為這樣 就好像是 叫做贏得不夠光彩 是的 贏得不夠光彩 而且在這一刻 他們集中升層 留意著 比賽會什麼時候開始 是的 還有留意一下 自己的戰車 究竟性能去到哪裡 還有發揮是怎樣 還有輪胎方面 其實很重要 這個時間正在煲水 怎樣養著那副頭 其實也很有技巧 值得一提 你現在在場 這麼多部戰車 其實在看日夜以往紀錄來講 歷屆冠軍 現在都在 包括2008年的歐陽 駕駛保時捷 拿到GP級的冠軍 2009年 10年的澤歸泰 駕林寶堅尼 11年13年 不用說了 Tier駕Audi 14年的顏膏 這些車 全部現在還在跑道上 沒錯 莫雲迪森特 就是來過第三次 就是比賽GT 其實成績都不錯 是啊 當然了 還沒站到上班帳台 最高位置 但很大程度 我覺得他都有一些 好像在幫眼膏 每次都 是啊 好像明顯上被車 拉開了距離 二號車手 好 OK 這個圈 安全車 是沒有進入 即是要再多一個圈 對於眼膏來說 也要小心 千萬不要超越這個安全車 而安全車帶出的話 那些車也不能夠爬頭 因為也會被罰 當然 同時間 也要保持這個車速 所以其實對於這些車手來說 不多不少 就是考驗 當然 以這些一級車手來說 這個考驗 就絕對不是一個很厲害的考驗 他們都是駕駛就熟的了 現在安全車還在帶著 究竟是 會不會是帶多一個圈 還是兩個圈呢 安全車一離開 那個就是高潮 因為為什麼呢 對時 有沒有辦法超前對手 以及自己會不會是保持一個領先的一個姿態呢 都是看這個安全車離開那一剎 重複說 今次的賽事總共有18個圈 現在已經開始16個圈了 即是說 還有兩三個圈左右 其實時間不多 對 給你搏 你都是搏兩個圈左右 因為現在呢 回到來呢 已經進入去第16圈了 兩個圈 究竟可不可以定到這個輸贏呢 看到夏建倫 是呀 沒錯 這個真是偶像 是呀 夏建倫這次就來了 站在這個 Mercedes 平致的圈裡面 沒錯 其實他也是平致這隊隊的其中一位顧問 阿里呢 就是幫忙 給一下意見 或者一些高層的工作 沒錯 其實夏建倫呢 當年很多車迷都很欣賞他 在澳門的時候 是的 這個完全永遠偶像 大家如果還記得 他也差點贏過 這個三級方形式的冠軍 輸了給Michael Sumacher 兩次 沒錯 真的兩次 真的非常可惜 看著他拿冠軍 是的 這個也是經典鏡頭 他那時候 應該有二十年了 是的 他也很年輕 依然在他的欄杆裡哭 看見都心酸 哭什麼呢 哭就是因為舒麥加欣賞他 是的 舒麥加仰手叫他去的 仰手叫他過的 你問過他是不是 但是我們看那個畫面 然後舒麥加又再加速去 結果他的車就碰到舒麥加的車 這些都是澳門賽車的經典鏡頭 其實澳門賽車也出了很多著名的車手 回想一下 很多年前也是 夏美頓和羅斯堡 也是同場比蘋果 第一個彎 第一個彎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也有很多一級車手 或者叫做一個很重要的一關 很多車手要過到這一關 拿到冠軍 才能夠上更高階的這個平台 好了 看到剛才發生意外的位置 這部車已經吊起了 亦都鋪了一些粉 一些石灰粉 防線 準備離開 等這班車手走了之後 那些吊雞車也會跟著 沒錯 大會已經出了告示 所以說這個圈來說 安全車會進回 會in this lap 意思是進回維修站 換句話說 還有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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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生性 真是 這樣就變成 益了誰呢 當然益了眼膏 因為 那我相信就應該不用鬥了 是 安全車沒有理由繼續帶下去 剛剛大會才說 安全車將會在這個圈裡面進入 但是在海角遊運之前 摩羅園那個位置 竟然就六架車 七架車藍在一起 你看賓士車隊 那些人笑了 笑了 當然他們都 紅旗了 紅旗了 是啊 沒有再紅旗了 因為他已經收到通知了 是啊 唉呀 沒辦法了 打算都有一兩個圈看 真是好戲劇性的收場 這場比賽 完全是猜不到他發生什麼事 在想什麼呢 在那一圈 安全車大了三個圈 是吧 剛剛開始 準備進去 都需要這麼心急 是啊 還有發生意外的車手 都不是前列分子 是啊 包括有這個新莊 馬青陽 還有 好啦 可以全部帶回來拿獎 沒錯 真的好戲劇性 一圓三四位 全部車大會 如果在營光幕 大家可以看到 在左上角出現了 Race stopped 這個比賽已經停止了 原來就是新莊的波子 寶時捷 首先抱著它 後面走不著 似乎真的全部寶時捷 這次來說 全軍盡默 難聽一點就沒有辦法完成賽事 沒錯 真的很可惜 難聽一點 全軍盡默 大會同時間也出了一個訊息 就說Race will not be restarted 即不會再開始了 換句話說 如果以現在的名次來說 很明顯 顏膏 顏膏 為免成功 是的 還有看到 五號車的高度 都停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被波及的 前面那些車突然撞了 後面其實都有速度 收不住 因為大家一架貼一架 其實大家都很有經驗 在世界杯參加這個賽事 想不到在準備 重新開始比賽的時候 發生一個這麼經典的意外 又一個經典鏡頭 是的 這真是一個好戲劇性的收場 竟然這樣就完結了這場賽事 很激動 莫他娜開心了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都有點失落 為何因為獲不到冠軍 本身有機會在最後一兩個圈 挑戰試試獲不獲得冠軍 對於莫他娜來說 如果是說一些安慰的說話 就真是問心無愧 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因為真的不容易 由第四位 最本上第二位 亦都因為這個戲劇性的收場 沒有辦法 鏡頭所見就是 黑勤人 另外一邊就是 Ostomartin車隊的職員 沒錯 大家就覺得是這個 這個經典的 傳奇人物 沒錯 所以如果要拍照 適應真的要找他 大家看看 其實鏡頭所見 夏健輪其實都是很健康的 因為很多賽手 當他沒有參加賽事一段時間 或者真的半退休 很多都變成新型發伴 但你見到夏健輪仍然很健康 那些車手就是在談 究竟發生甚麼事 其實大家都不想的 很認真地說 大家都沒有辦法 是預計到會這樣 是出現了一個意外 可能就是新莊入彎的時候 幫了少許後面跟得太貼 又砰一砰 結果就是整輛車攬在一起 好了 賽事已經完成了 結果 亦都可以大膽公佈了 硬膏就已經拿到第一 莫特勒第二 麥克斯就是拿到第三 排頭位時間最快 還有在昨天 首先回來終點的 這位穆克德國車手 第一次來到澳門 只是德國耿頸四 我想他真的有點不值 沒辦法了 以目前排名來說 眼膏下車了 非常開心 真的能夠衛免成功 今年的GT賽事 亦都圓滿結束 剛剛說完 就是說眼膏 能夠衛免成功 一會兒就說 Formule 3 究竟羅申基斯 能不能夠衛免成功 這個也是好 是的 亦都是大家要 真的要留意 拭目以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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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開心 眼膏 對 可以這麼說 雖然是由安全車 帶到他回來終點 亦都出現了紅旗 而獲得這個冠軍 不過我大膽地說 他是實至名歸的 沒錯 你看一下他的時間 或者他整體的圈速 其實都可以給他 是一個冠軍的獎座 絕對是實至名歸 沒錯 絕對實至名歸 因為他每個圈 其實是2分20左右 而且他又 其實根本 他由試車 那幾天 到剛才的選拔賽 又或者昨天的選拔賽 到今天來講 水準都是非常非常穩定 是的 莫特納拿到第二 亦都很開心 因為其實他預計 自己未必是拿到這個位置 看回那部車 因為始終那部車 在性能 特別是下面大直路的性能方面 亦都不是太過優勝 開心了 是的 沒錯 亦都是 他的隊友 在前十圈、八圈 的而且確 是有幫助他 雲迪申特 雖然後來 雲迪申特 有些少許意外 就未能夠幫到他 就被莫特納拿上來 但是問題 因為他也是打好基礎 安全車 將他的秒數 帶來的秒數 全部化為烏有之後 好在 亦都幫回他了 上天 摩羅園都幾多壞車 是的 真的都很遺憾 這次來講 雖然 Aston Martin 不能夠贏出一輪賽事 但是 無可否認得 目黑的表現 都是值得讚賞的 不管他在試車的時候 做到第一位 又或者是昨天的話 他也是第一個回到終點 今天來講 很遺憾地說 他只是排第四 但另一個好消息 就是 歐陽 能夠成為了 劳威 這樣 這樣回來 我們講一講 第一名 就是眼膏 第二名 就是莫特納 第三名 就是赫斯 第九 就是宅歸泰 眼膏 都可以這樣說 在賽事裏面 是表現不錯的 最後來講 有16部車 完成賽事 是的 這場賽事 我們當時都期待 安全車一離開 也有火拼的鏡頭 但是結果 因為 那裏發生碰撞事件 令到很多油積 那些車 打了困籠 結果 大會 取消了 但是 都有 跑了14個圈以上 是欠 是欠 4個圈 全程 18個圈 亦可以說 第一屆 FIAGD Club 圓滿結束 我相信 觀眾都應該滿意 因為 有幾個超車鏡頭 非常非常精彩 亦看到 亦看到 公價十足 而香港的車手 分別是 歐陽 第六位 Marchi 第八位 日直車收集 龜泰 第九位 高度 最後是 第十一位 澳門車手 回來 成績 第一 相當好 鏡頭所見 Mercedes-Benz的工作人員 非常非常開心 現在這個冠軍 拿來不易 會有特別節目 其中包括 這個 這個 這個舞獅表演的 然後在三點半的時間 就會是我們的總頭戲 就是這個Galampais 62屆的三級方形式大賽 剛才我都說過 今年GT杯硬高能夠衛免成功 然後創頭戲裡面 就是說德利車隊的羅辛基斯 是否能夠衛免成功 是 昨天的情況來說 羅辛基斯的時間是不錯的 雖然他過終點的時候是第二位 但是因為排第一位的喬偉納 有少許犯規 就被人Demote了去第十位 所以今天如果出賽來說 羅辛基斯仍然排在第一位 其實無獨有偶的GT杯的選擇賽 也是同樣的情況 眼高本能第二位 但是因為就是 Oster Martin也犯了少許錯誤 就是被人Demote了第三位 會不會因為是這樣就copy一個版本 羅辛基斯也能夠贏到冠軍呢 我們就昔眉以待 我想隔一陣子就會看到情況是怎樣的 是的 接著我們見到就是頒獎台 首先是見到穿著 Audi的隊伏的車手 這是第三名的 赫斯 其實赫斯是相當有來頭的 真的絕對不能夠忽視的 他也是Audi的御用車手 今次來就是臨時出賽 未來過澳門 能夠拿到第三 非常不容易 你看平時車隊多開心 因為兩部Audi 在第二、第三 隨時安全車離開之後 或者第一都不保 幸好因為他有差不多的努力 所以是得到應得的第一位 顏高 非常開心 色英雄更英雄 他和Audi的車手都是騙走的 是的 這次就是國際戲聯GT世界盃的獎盃 待會兒也有國際戲聯的獎盃 是獎給他們的 不只一個獎盃 不過待會兒那些 可能由車隊的負責人接收 我們見得到了 澳門博彩 顧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蘇樹輝博士就是負責將獎盃和花環送給顏糕 頒給顏糕 莫特拉 我起初都以為他這次上不了頒獎台 就害怕他 因為當時他在第四位 因為這個雲迪辛特沒發生事的時候 他在第四位 後來因為雲迪辛特的意外 就令到他有機會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就是觀樂儀大律師 頒給客師 也都是一個德國的車手 好了 很開心 還有獎頒的 不是說只是頒這幾個 還有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名單裏面 是有這個國際汽聯GT世界杯冠軍生產車廠的杯 是 這個就是頒給顏糕 就是國際汽聯GT世界杯冠軍車手的杯 是 就是這也是 這個就是國際汽聯GT世界杯冠軍生產車廠的 國際汽聯獎杯 好 接下來有這一個安動員工程師 澳門格蘭比士大賽車委員會協調員 他會負責頒國際氣聯GT世界杯冠軍生產車廠委員會獎杯 好 大家都很開心 車手 車隊 眼膏除了獲得冠軍獎杯之外 也獲得國際氣聯GT世界杯冠軍車手的氣聯獎杯 頒獎完畢之後 最開心的勝利一刻就是開香檳慶祝 好 大家暫時會贏得高 現在先回答我們 好 大家暫時會贏得高 好 大家暫時會贏得高 我暫時會贏得高 我暫時會贏得高 好 大家暫時會贏得高 好,頒獎完後,接著他們會去新人中心 會有記者會講述他們這場賽事的心得 以及贏得獎項的心情 我們稍後再見 我們走 車子 車子 又將人吵 Car till 車子 地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